不過特別注意 請各位務必貼上之後呢 先把他原來的 DataRaw 改成沒有 把這個DataRaw 裡面的ListView 先把他怎麼樣刪掉 Enter一下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把這個貼過來 他原來裡面會有那個ListView 把它刪掉 接下來特別注意 我們還要再設定DataRaw 不過DataRaw不是特別重要 千萬不要直接一下 直接把ListView改 NetBar 應該效果做不出來 你這樣改 我們來看一下即時一下 我記得是不行 會變成這樣子 做得出來 但是會變成怎麼樣 變成這樣重 我們不是要這樣 我們要是一個一個 剛好在 一排 所以必須怎麼樣呢 不是在這邊改 把即時按掉 特別注意 請各位先把這邊刪掉 本來是ListView刪掉 那在哪邊加 請注意 一定要在這個DIV 選舉 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剛不是 加一個DIV DIV本身其實就是一個 版面 一個範圍 也就是這個範圍 你要把它選到 確定一下他的頭 在這裡 他的尾在這裡 他的尾在 在這裡 OK 在這個範圍之內 有沒有 再做一個Data Raw 改成什麼 改成Netbar OK 好 這樣就 就完成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他基本上 他是 在哪邊加呢 在這邊加 就是說 這個DIV 是我們剛剛插入的那個DIV 加入一個什麼呢 加入一個 Data Raw 等於Netbar OK 好了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看一下最後的結果 反正呢 最後按即時好了 按下去 如果你看到是像這樣子 就是成功 特別之後 你不是做那三條 這樣就可以了 記得要做 三個 就是他會幫你三等分 三個連結就三等分 如果四個他就幫你四等分 依此類推 那做出來之後的話 不過 還有缺一個東西 最後呢 我們看到在 我如果最後希望怎麼樣 各位看到 上面有還有什麼呢 這邊不是有什麼 Icon 還可以加Icon 那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稍微有點難度 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我把 倒退回去 我相信這個應該會很多人做不出來 因為之前上課同學就是卡在這裡 第一步特別注意 就是這個DIV 一游標先放這裡 上面這邊有沒有 2插入一個 版面的DIV 確定 直接在這邊先把裡面的資料先刪掉 或者你不刪掉也沒關係你先 複製底下東西 Ctrl C 然後直接把因為這個東西 就可以把它蓋上去 把剛剛複製貼上去 至少有個基準 然後把這個範圍裡面的 ListView 刪掉 再選外框 然後 再改一下 這個DataLaw 裡面的 NetBar 這樣子 就成功了 你再點一下 即時 看一下 沒錯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